2023年流感疫苗接种计划第二阶段就公分疫苗部分 在11月2号开打之后 新庄立泰离办公处全力配合政府作业 许文章里长特地安排与临近诊所一起合作 未符合资格对象施打流感疫苗 让大家究竟能注射到疫苗便民服务以吃到位 在旅办公室施打流感疫苗最主要是给你们方便 由于诊所就近到旅办公室为你们做免费吃饭服务 时间还没到现场可以看到民众 已经大牌长龙在等候施打疫苗参与的情况很踊跃 尤其施打对象连续成多数人与长者居多 前往施打的民众很感谢里长关心大家健康之外 更贴心请来临近诊所医护人员 到里办公处为民注射疫苗 省去他们往返医疗诊所的时间 年纪大一点的不用劳心劳力的跑到医院诊所 所以这个是很方便 里长人很好 因为饭料很好 对我们这里的大家都很关心 药物也很好 不用跑到保护去 我们在这里在办公室这里注射疫苗 公费流感第二阶段接种对象为50到64岁 无高风险慢性病成人 诊所也提醒民众注射疫苗后要注意的事项 打完疫苗之后就注意休息多喝水 不要激烈运动 注意看有没有一些病发症 比如说这个发烧 有些人打完疫苗以后 没多久好像有感冒症状 除非说发高烧可能要到医院去 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目前流感疫情仍持续 请符合公费流感疫苗接种资格的民众尽早接种 方可减少流感病发重症的风险及降低死亡率 记者黄又贤新中报导